片头 蓝色水墨化开 动画系列标题 时事顺逆之 新安集出现 树叶飘过 带出这部动画的标题 新安再转角 三个长者面向镜头微笑 王伯伯 陈哥和方姨是邻里 这天趁着好天气 王伯伯一大早就去公园跟朋友下棋 王伯伯和朋友坐在有期盘的桌子旁 王伯伯响了一会儿 然后准备落旗 将军 旗下完了 在回家路上竟然碰到一群示威者 王伯伯很害怕的样子 哎呀糟了 那我怎么回家呀 陈哥在商场 乘搭自动扶梯 另一方面 陈哥在商场买东西 听到有一群人在叫口号 马上很生气地说 吵什么 吵得我心都烦了 陈哥举起右手 握紧拳头 很生气的样子 方怡站在窗边 望向窗外 在家里看见街上有人在示威的方怡 也感到很害怕 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 方怡坐在沙发 样子很担心 背景渐渐变暗 画面缩小成一张画纸 有一位男专家拿着 大标题 专家有画出现 在遇到突发事件后 我们难免觉得恐惧 烦躁 担心等等 还可能会吃不好 睡不着 插图 画面是方怡吃不下 睡不着的情况 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一般都只是短暂的 适当处理的话 过一阵子就会慢慢消退 专家再出现 旁边有个灯泡 下方写着大标题 处理贴士 以这三位长者做比方 小标题 及时处理 插图 王伯伯向朋友示意 走进附近一家商店 面对这些突发情况 我们第一时间 应该要保障自己安全 离开险境 到安全的地方暂避 诚哥很生气地 在指骂他人 画面上方 画了交叉符号 不要挑衅对方 避免冲突 画面有一台电话 表示拨打999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报警求助 小标题 舒缓情绪 插图 王伯伯和朋友分享经历 事后可以找可信任的亲友 分享自己的感受 王伯伯在公园 慢慢用鼻子吸气 慢慢用口呼气 或者做深呼吸 放松自己 他在公园散步 做一些能令自己放松的活动 尽量维持日常生活规律 帮助自己稳定情绪 小标题 寻求协助 插图 背景有一群人示威 方怡用手按着耳朵 样子很困扰 但如果情绪持续受到困扰 而且影响了日常生活的话 那就要尽快看医生了 方怡去看医生 专家手持一张画纸 画面拉近 听过这些建议之后 不知道这三位长者会如何处理呢 先看看王伯伯 王伯伯和朋友背后有一群示威者 王伯伯在一家水果店前向店员挥手 他和朋友立刻走到乡书的店里在闭 我们等示威人群离开了再回家吧 在公园 诚哥拿着一个购物袋 看起来很生气 而诚哥为了让自己冷静 决定离开商场 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他合上眼睛 慢慢用鼻子吸气 慢慢用口呼气 深呼吸完了 整个人都放松多了 诚哥微笑 在家中 方姨坐在沙发 打电话给女儿 至于方姨 她等到女儿下班 就打电话给她 分享自己心情 女儿除了安慰她之外 也鼓励方姨在家 安排一些消遣的活动 分散注意力 方姨在编毛衣 男专家再出现 旁边有一个灯泡 下方写着大标题 专家提示 按照下面四个提示 画面逐一出现 相关的装饰插图 遇到突发情况 要记得 第一时间要保障自己安全 做深呼吸 这类松弛练习 来帮助舒缓情绪 事后跟别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 情绪困扰 一般都是短暂的 假如持续的话 就要去看医生了 画面出现 卫生署和 长者健康服务的标志 以及以下文字 2020年5月 卫生署拥有 本影片的全部版权 本影片只共做 非商业用途 严禁租售 及做其他牟利用途 全片完 最自然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